中共兩會前夕,軍方移動頻頻,在唐山港啟動的實彈軍演長達兩個半月,中部戰區空軍政委換人,北京圍術區司令員黃春寧突然卸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另一方面,習近平陣營掀起新一輪打虎潮,政法系統高官密集落馬,包括經濟重地河北省公安廳原刑警總隊長黃昇亮, 外界關注中共內外交困危機重重之下,高層內鬥正在升級 中部戰區空軍政委換人 5月15日,原空軍紀委書記黃成嵐首次與中部戰區副政委兼中部戰區空軍政委的新身份對外公開 黃成嵐前任原中部戰區空軍委員中將郭浦校2019年12月調任中共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政治委員 中部戰區領導與指揮、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陝西、湖北等7個省級行政區的武裝力量 主要任務是保護首都都可以作為增援其他四大戰區的預備隊 中部戰區總部機關駐北京 兩會前夕軍隊移動頻頻 黃成嵐、李新中部戰區空軍政委時間點敏感正值中共兩會前夕軍隊移動頻頻之際 中共海事局5月11日發布軍事演習通告 於5月14日開始在河北唐山市、唐山港、京唐港區進行為期2個半月的實彈演習 其間與演習無關的船舶禁止駛入安全管制區域 外界關注中共此次實彈軍演值值多個敏感點 國內外追責中共隱瞞日程 中共兩會5月21日即將召開 以及台灣蔡英文5月20日舉行總統就職典禮 總部在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5月14日稱 5月14日至7月31日唐山港、京唐港區實彈演習其實是中共軍事上最大規模的準備台戰及保衛北京防空演習 中共軍方發布軍演通告當日5月11日北京市委容莊常委換人 北京圍術區政委張凡迪任北京市委委員常委 北京圍術區司令員黃春寧不再擔任北京市委常委委委員職務 北京圍術區都被稱為余林軍擔負經濟安全重任 平時守護中南海等重要部門 暫時掩護中共高層撤退 有講法稱 控制了北京的圍術區相當於將半個北京置於手中 兩會敏感期前夕北京圍術區司令員黃春寧 被免去北京市委常委職務內幕引人猜測 河北省公安廳刑事警察總隊員總隊長黃星亮落馬 軍方移動同時 經濟重地河北省再有政法高官落馬 5月12日中共官方消息 河北省公安廳刑事警察總隊員總隊長黃星亮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調查 陸媒報導 在黃星亮任刑事偵察局局長時頂頭上司為河北省委前常委 政法委書記、公安廳廳長張月 2016年4月張月落馬 張月、黃星亮因積極追隨江澤民、周永康賣力迫害法輪功 已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相關罪行的國際組織列為追查對象 政法系統遭清洗5日8政法高官被查處 4月19日中共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落馬 4月29日中共司法部長傅政華社職、習近平陣營人馬唐一軍、賀榮 分辨戰入司法部部長以及最高法院常務副院長 5月8日孫力軍被正式免去公安部副部長職務 北京副檢察長焦偉強被查 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長袁洪被商開 內蒙古自治區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張文被查 5月7日上海楊浦原法院院長任勇非被商開 新疆原副檢察長李玉被撤銷政協委員資格 5月9日內蒙古自治區司法廳副廳長吳鐵成落馬 5月12日河北省公安廳刑事警察總隊原總隊長黃昇亮落馬 5日內8名政法高官被密集查處 4日目 6日目 6日目